大众请起立 请合掌 礼佛山问训 大众请起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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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那想一想看 如果我们在三界轮回 我们能快速成佛吗 那你老在里面打转 老在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你再到人间了 好不容易拜到一个师父了 在那学佛法呢 但是没遇到第十八月 没有自己解脱轮回 一转又去轮回去了 或者修了不少上天了 上天天上几万大劫过来 又掉下来了 又来做人 做猪马流洋 做地狱恶鬼畜生 一下地狱之后 又做大劫一转 才出来 然后龙毛一养慢慢转 转到哪个时候 这个就无求无劫 所以旷劫来轮转 六道进阶经 所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是没有头没有了 又讲一个我们农村的比喻 你看这个我小的时候 经常也在水边玩 水边玩的时候 我们就看那个 飘在水面的树叶 有的时候我们会 折一个叠一个纸船 在那个水面上 那我们就看这片树叶 它是个水坝 然后一个是出口 这个树叶就在里面转 因为水流吹着 转来转去 有的树叶就比较有那个幸运 它刚好转到那个出口的地方 它呼噜 就顺着那个缺口 就躺下去了 那我们就知道 它就可以顺着这个水流往前躺 那么有的就在里面转了 转了转了转 总是找不到那个小口 那个缺口的地方 它转又在里面飘 它什么时候能转出去 这个出口就好像 就像这个水 它这个树叶 它要到长江 要到大海 它如果 我们叫三峡大坝吧 那片树如果不从 那个三峡大坝的水库里面出来 它什么时候能到大海 它不永远在里面转吗 它结果它出来了 它就有可能 顺着一个江流直达大海了 那我们六道颅鬼的众生 老是在三界这个水库里 转啊转啊 没有找到那个口 那个出口就是第十八院 你没有碰到它 没有念佛 把那里冲出来 你这么大个水库 够里转了 转不出来 那么一旦出来了 它就正确的方向 所以这个呢 就能快 只要往生极乐 六根结六成 所谓六十纵横自然物 不嫁私粮一念功 就可以快速圆满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深远的宗派至今已如海纳百川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